还是会紧张 因为他昨天才跟我说 所以我就睡不着了 失眠了 那亲爱的美乐嘉家人们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午安 感谢明依给我再次上台 分享美乐嘉故事的机会 那请问有人看过我或认识我吗 没有 但是因为我是新人 那我是菜鸟 我是今年3月1号才加入 那今天刚好满半年6个月 那不好意思请容许我在这边 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苗栗县公管乡 那么呢 我要说的是说 我是一个很多事的人 那我有三个多事 那第一个多事呢 是在人生的旅途上呢 我碰到很 就是很多金手棘手的事情 那第二多事呢 就是在家里做很多的事 因为我开修车厂 然后我做保险 然后我是三个小孩的妈 然后呢第三多事呢 就是爱管闲事 帮助很多事 第一 第二也许有些人都有这些事 可是我相信呢 在座的 每位一定第三都有 怎么说呢 因为我深信 来接触美乐嘉的时候 经营美乐嘉的人 都是一个心地善良 爱管闲事的人 对不对 对 管什么呢 管他人的健康 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吃什么保健食品 用什么环保清洁用品 然后第二个呢 管他的什么饮食 会建议他要怎么样降血压 然后控制血糖 要如何减重 还有其他的种种 那么呢 最后我还是会管别人的财物 我们希望说 朋友加入美乐嘉之后呢 可能能在美乐嘉自负 那我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推荐老师 他在桃园 他是李美玉老师 那其实是姻缘集会 今年的二月二十八号 我跟他第二次见面 那因为我读高三的女儿 今年要读 明年要考试 要读那个传播系 所以我就请那个 有中华华人讲师 黎红担任讲师过的那个美玉老师 就是指导我女儿 那我女儿也因为她的指导之后呢 参加校内比赛第一名 在十月下个月 九月十号的时候要参 被派代表出去参加献赛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美玉老师 那么呢 美玉老师当天呢 送我两件宝物嘛 第一个就是帮我女儿培训 第二个呢就是送我 当然就是送我美乐家 那美玉老师跟我讲 她送我十颗仙桃 然后还有单纯听话照做 那请问这边有没有人 还没有开始推荐的 还是说刚加入的伙伴 有吗 没有吗 大家都有经验 那其实呢 美玉老师送我十颗仙桃的时候呢 我脑海里有第三个多时又出来了 就是说我心里想十个 十个怎么够用啊 在我朋友圈里 我只要每次一泡 然后就很多人跟我买东西 然后跟我订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我十个根本就不够 那坦白说不够的同时呢 第一个我要送出去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蛮困难的 因为我会想很多的 如果他今天不答应我 如果很多事情就是了 所以呢这也印证了 成功欺负曲的第五步 就是要从自己的兄弟姐妹啊 死忠兼麻吉的开始 那其实真的很困难 我好像停了一个礼拜吧 然后想说没有第一个 怎么会有第二个 怎么会有第三个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 真的就去找比较好的朋友 那第一个没有拒绝我 第二个呢 我就一样很high 我反正我碰到什么情况 我就会去跟人家分享 然后他就 重重的打击我就对了 可是我觉得当下 我就马上转念 因为他说 你不用讲那么high 你不用跟我讲这个 那是你自己自认为 那我就说没关系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再试试看这样 那其实心里很受伤 可是我当下我就觉得说 走出这个门 我们还是好朋友 那要跟那个刚加入的伙伴就是说 都没有关系 这些都没有关系 其实三月份我被拒绝好多的 可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呢 有三个是后来又加入了 当下是拒绝我的 如果我跟他撕破脸 或我觉得说好像不提我 或很丢脸或干嘛的话 太多的如果出来的话呢 可能他六月份就不会再来找我了 然后呢 我要讲说我现在加入半年嘛 我推荐成功推荐37个 那有一天是介绍推荐四个 其实我觉得呢 就是时间跟机会是自己给的 因为那一天我还去上班 因为我课后留校 我有去学校当老师 所以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就是要拼拼拼 因为老师说 我知道一个到七个 一个到七个 是7%是不是 8到19个是14% 然后20个以上呢是20% 我再怎么样我也要冲到20个 我也坐气就上去了 我第二个月又介绍8个 对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 不要有时候不要讲太多 因为你讲太多呢 就等于给别人问太多的那个机会 那你太多你又像我刚接出马 我才加入六个月 你说越多人家就问得越多 你又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呢 你就会给自己造成困扰 然后呢 范德斯先生说 当你在去推荐美乐家的时候呢 你当下被拒绝的时候呢 不是人家拒绝你 会拒绝我们美乐家 而是他需要更多美乐家的资讯 所以呢 我们应该更充实自己 在产品啊 在制度啊 在任何的角度方面 都要自我提升这样子 还有就是说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 我到后面推荐的 比较成功的就是说 我去人家家的时候呢 我都会先去跟他接厕所 因为你问他你的产品 你的清洁用品那些都在哪里嘛 然后他就回答 可是我后来发现哦 我跟朋友聊的当中 我会先去他的厕所 只要在厕所里面看到 他家的不是防保的 或是说美乐家除外的产品 我就觉得很有希望了 然后呢 我就会开始觉得说 我要怎么去跟他说 所以这厕所是一个很好的点子 真的哦 好几个都是这样子成功的 然后呢 第二个身上带一些 就是比较小的那个试用品 那我有一次就是带了卸妆油 跟预测 这就这两瓶 我就去帮一个老板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脸啊 我就跟他试用卸妆油 他本来说这么油我不要 我说我们的是以油去油 后来发现他卸妆不完之后呢 他好高兴哦 还当下他电灸签 然后预测清洁机也是 我就跟他喷一喷 他的水龙头本来是要整个换过的 那水龙头至少要一两千块 结果跟他喷了之后 我说我们先先出去聊一下电 那十分钟之后我进去冲洗 哇整个换来一行真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哦 所以身上还是要带一些东西 那第三个呢就是念力 我觉得念力非常的重要 当你要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呢 不要想太多 你只要想说我是帮助朋友 然后呢我并没有赚他的钱 我也没有让他多花钱 所以他一定会跟我捧个场 就这样子 然后呢 还有美乐嘉要像张景富老师的 课件说的 建议美乐嘉要边做 要边学习 边做边学习 不要边做边怀疑 因为呢我们一直怀疑 我们就会觉得是真的吗 真的美乐嘉可以做吗 真的可以 因为我结婚到现在 我不曾领过那么多薪水 有一个月领最多是将近四万块 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很怀疑 我觉得你布置怎么可能 然后我发现说 是啊四万块在我布置里面 绝对不可能再被抽出去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真的 单纯听话照着做 相信坚持以胜作者 是我一直积极朝向的目标 然后呢 最后感谢大家听我分享美乐嘉的故事 谢谢大家